今天我要用茄子和南瓜 来做一道素食加肠菜料理 大家好,我是Kissing 欢迎来到Kissing Wong TV 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 素食料理加肠菜的食谱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醋 还是想看看吃醋的朋友都怎么吃呢 那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哦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点击点个赞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 茄子和南瓜的素食加肠菜料理吧 准备一条茄子 这条茄子的分量是180克 我已经清洗干净了 先把它的蒂头削掉 接下来斜切 中间再切一刀不要断掉哦 像这样子 把茄子放入碗中 加入水 加一茶匙的盐 一汤匙的醋 让茄子浸泡一下 可以用个盘子 让茄子压在水里面泡 准备一些南瓜 这次用到的分量不会那么多 先把蒂头切掉 用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把南瓜的皮削掉 先把南瓜对半切 这里再切一刀 切大约0.5公分的厚片 把南瓜放入盘中 茄子我大约泡了10分钟左右 可以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 装入盘中 把切好的南瓜夹进茄子里面 南瓜都已经夹进茄子里面了 可以拿去蒸了 像像样样的南瓜 可以这样子摆放在中间 一起拿去蒸 热一锅水 水滚了之后 把茄子放进来蒸 关小火盖盖子蒸5分钟左右 准备3朵干香菇 用温水泡软 准备一块豆干 把豆干先切片 再切成小细丁 把豆干放入盘中 准备10克的姜 先把姜切片 再切丝 再切成姜末 把姜末放入盘中 把姜末放入盘中 把香菇的水分捏干 把香菇切丝 再切成小细丁 把香菇放入盘中 锅内放入少许油 把姜末放进来炒香 姜末炒至焦香后 放入香菇 慢慢的炒 不要把香菇炒得太干 差不多炒了一分钟左右 放入豆干 大约略炒 大约略炒一下 可以来调味了 放入一茶匙的海苔酱 一汤匙的酱油 一汤匙的酥蚝油 一汤匙的酥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半茶匙的糖 把调味料炒匀 炒匀后把水加进来 大概加半碗的水 一面拌炒一面加入菜白粉水 煮至汤汁粘稠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赶快关火把它取出来 哇 素食鱼香茄子完成了 茄子加南瓜 颜色的对比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淋上下饭的酱汁 更是好吃 这道家常菜花点巧思摆一摆 就可以当成宴客菜了 茄子不管是蒸足炒炸 我都很喜欢吃 你们喜欢吗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 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做的 苏式家朝菜料理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可以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